花莲特有的建损农产产剂接近尾声了 虽然农政单位迫于新冠肺炎疫情 而全面的停办各项的产销活动 不过建损市场价格始终都维持在 每包150块到200块之间 让不少消费者直呼 今年都吃不到便宜的建损 不受疫情影响 建损的市场价格好 一军突起农民大丰收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冲击旅宿经济产业 农产经济也无一幸免 不过花莲每年三月 出产的建损农产似乎没受波及 一军突起 因为它的品质 品质产量 尤其是价格 价格今年来说 应该是历年平均价里面算高的 重点也不受疫情的影响 可能是说很多人在家里煮饭 煮菜的关系 今年的价格平均价 来说是非常的好 四月中旬产季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价格却仍维持在每包150到200元之间 让不少消费者直呼 今年好像都吃不到便宜的建损 虽然农政单位迫于新冠肺炎疫情 而停办了包括建损饗宴等各项建损产销活动 然而行销推广作业并不停歇 也由于今年建损市场价格稳定维持 农会就出估 今年建损农产经济收益至少提升一成左右 以历年的平均价来说 我们建筑榫大概它的场积分前中后 中期的时候因为建筑榫价格 建筑榫比较多价格会比较低 往年的话大概在120、130 今年比较特殊 平均价基本上都有在150以上 官方地区农会调查统计 官复乡泰巴朗部落建损总面积约150公顷 每年平均产值预估将近6000万元左右 尤其今年平均提升了一成左右的农产收益 也创下历年来的记录 记者石玉兰 官复采访报道